歡迎主持人郭忠榮教授 我是要來表示感謝的 以前很多研習 你知道我今年已經是我服務教育界 第三十三年 參加的 沒有1600800場研習 那常常有時候中場休息完 就跑掉一半 我今天看到還有這麼多夥伴留下 我很感動 說我一定要出來跟大家鼓勵一下 非常謝謝你們 那大家繼續 我想我們的劉老師 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還有他的那個 還有我們那個皮老闆 一定 我真的覺得他們講的內容 都很容易讓我們大家就可以立刻學習之後 就在現場使用 那我們再借大家熱烈的雙手 大家就用力鼓掌 順便這樣就不會睡著 好 各位老師 我們現在就要來考試了 緊張嗎 好 等一下我們應該可能有些老師有用過 我們等一下會用一個卡戶的小活動 然後呢 用一些數據的方式去呈現 剛剛我們不是講了很多SDG5的指向嗎 那麼多個目標 那我們到底表現得如何 它真的很嚴重嗎 所以等一下這個小的考試呢 有一些數字就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樣OK嗎 我們這樣OK嗎 然後等一下手機就是拿起來掃碼 掃碼之後呢 它會讓你填一個名字 你也不用那麼誠實 就填你是叉叉叉叉一個什麼 北投林志林之類的 類似這樣就OK的 不用 那是我的名字喔 不要填走了 好 麻煩準備好你的手機 好 這邊有一個碼 請大家掃一下 我們的要參加遊戲也是限量的 因為我們只有買50人版 所以趕快掃 不過剛好應該是我們現場的量 如果萬一萬一你覺得好像有 掃好了嗎 看到有人出來了 看到有人出來了 有 小黃,Wing,慈立,鈴鈴 花花,啾啾 哇 各位的名字真的好可愛喔 哈嘍123 美少女加油 而且我們老師界也是很活潑的 在我們這個醫學院 大家都不是取這麼可愛的名的 大家 好 還有人 還沒進來嗎 要進來了嗎? 43快要不行了喔 OK了嗎? 好沒關係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第一題會有一個小小的操作測試題 可能有人沒有用過 等一下就是題目出來之後會有四個選項 在你的手機就會有四個色塊 你就看準的是哪一個在你的手機上按一下就好了 等一下我們的操作模式是這樣子 一題大家打完之後 我立刻就有一個相當的這個 他們的答案在哪裡跟大家做一點小小的講解 但請你的手機不要離開 對你手機不要離開那個畫面 你登錄了之後先不要離開 你答完答題然後我們做完一些延伸資訊 然後我們會有下一題我們總共會有十題的互動 你不要登出了你就放著 那我們就要開始囉 49個還有人要進來嗎?最後一個名額 沒有我就開始囉 好開始 那麼第一題就是操作測試題 等一下的模式就是這樣題目會出來 題目出來之後下面有四個選項 題目會跑到最上面沒有看到沒關係 然後就選那個對的選項就可以按下去 請測試一下 OK嗎 我們剛剛是49個人對不對 對 那還有7個人 還沒按 老師剛剛如果題目太快是1加1 沒關係我看差不多的話就會按下一題 不要緊張 OK 好 然後最後會有一個這樣的小小成績 這樣就可以看到大家 我們全班的數學都很好 好 那我們要這次開始囉 還有個積分板 這個積分板 差題 這個積分板你按得越快分數越高 最後我們有獎品 對我們今天是真的完真的有準備獎品 就是我們總共最後有準備一些獎品 所以你答題的速度越快 你的bonus也會越高 答正確速度快的得分還會更高這樣 我知道你不是為了獎品 但是就我已經準備我們學會已經準備了 就麻煩你要帶走這樣 好那我們開始囉第一題 在2022年呢 我們還有多少%的國家 還有這些歧視的法律 這90%呢75%呢55%呢還是30% 都差不多了嗎 OK嗎 OK 那答案其實是55% 那這個其實他的 就是大家的答題的狀況 因為你的學生的答題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針對他的答題狀況去做一些處理 那我們基本上今天會給大家解答 並且我們解答的資料庫是什麼 很快的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大家很聰明伶俐 那前面的這幾題其實這些資料都是從聯合國 針對於SDG5 我們2022年到底進展怎麼樣 他有逐條的一些說明 其中有一些數據就跟大家拿來分享 剛剛我們第一題是這個嘛 那他就是針對於目標5.1 在這個法律 是不是有歧視我們第一條剛剛講要消除 所有對於婦女跟女性的這些歧視的行為 那5.1他針對於法律這件事情就講到了 到2022年119個國家的這些數據裡面還有55%的國家 是有這樣的問題的 那剛剛右邊的那個圖就是我們一開上一節課有講到 每一年他都有新的成績單 這個成績單就是一共有17張 就是SDG1就有一張 SDG2就有一張 這個是第五項目標 SDG5的2022年的成績單 2021年的成績單 我們來不及處理最新的就是剛好昨天還是今天要公佈2022 現在2023公佈2022 所以如果各位暑假剛好備課 你就可以緩個兩三天成績報告單就出來了 那我們看下一題 剛剛我們講的還有這麼多的法律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稍微估計一下 大概還要多久我們講目標是2030年嗎 那大概還要多久我們才能讓這些有帶有歧視性的法律消除呢 這是有時間限制的老師們 5 4 3 對我們還設了時間會越來越快 好 那其實我們還要286年才有可能把這些歧視性的這個法律給消除 那剛剛還有一個那個補充的Data 忘記跟大家分享 有一個數據庫叫 Our World in Data 就是我們在這些目標下面 我們到底覺得自己做的怎麼樣 還是有些KPI 這些KPI最直接反應的就是用數字成像 用數字呈現 那這個呢 Our World in Data 這個網 它是一個公開免費的網站 這些網站呢 是非常多的科學單位跟國家支持 一起來構建的一個數據庫 那這個數據庫呢 它裡面點進去的形式就會向右邊這樣子 它是一個全球的地圖 世界地圖 針對於不同的小標題 他們做了一些分析跟調查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數據庫上面的這個地圖呢 其實有些地方是灰色的 那灰色是什麼意思呢 沒有問題嗎 並不是是他們可能沒有收集到足夠的數據 所以才會這樣 所以它就是一個趨勢的一個感覺 大家可以上網的話 針對不同的小主題 它都有做相應的這樣子的圖片 針對於SDG 它有一系列的這樣的圖片 每一個SDG1 下面可能有五個小的指向 五個小的指向 都有這個地圖可以讓大家參考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好 那所以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講這個 我們2021年 2021年 到底做得怎麼樣 他說在這些目標下面 其實我們沒有一項是接近 我們所要定的2030年前 要完成的事項 這是很恐怖的事情 今天是2023年的下半年 我們只有剩下六年半的時間 但是依照我們現在的進度 大概還有兩百多年 我們才有可能 達成我們預定的目標 好 我們現在回去都不做什麼 可能就要更久 那是依照目前 至少還有進展狀況 好 哎呦 提他 好 那這剛剛我們講指向 還有講到一個問題 這個同工同酬 這個在SDG5裡面 也是常常被提到的一件事情 什麼歧視 歧視有學期上的歧視 有工作上的歧視 還有這種薪資上的歧視 那你覺得有多少%的國家 沒有規定工作應該要同工同酬 可以了嗎 好 答案是還有45% 就是將近一半耶 還有將近一半的國家 他們是沒有強制規定同樣的性別 做同樣不同的性別 做同樣工作 不應該有差異 這件事情在很 可能在台灣社會 或是在美國 或者我們一些零件國家 沒有感覺這樣的問題 但其實在非常多的落後國家 他們這樣的問題是非常嚴重 除了在SDG5之外 在其他的目標 他是有相關連性的 比如說就業 剛剛8講到就業 剛剛平等不平等10 都有相關的問題 所以一個目標下的一個指向 他其實可能跟其他的目標的關聯性 是很強的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 繼續 這個我們最後再看 剛剛剛剛講到 所以在指向地方 我們有講到一個 那個孕婦的生產的安全的問題 他在SDG5有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在台灣社會可能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們醫療非常的進步 但是在很多國家 醫療不進步 他們對於婦女這個 生產的這個產假工作上 是沒有很好的 相當的輔助跟條件 造成他們一些相對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呢 到底有多少國家 沒有提供 符合國際勞動組織的產假 三分之一 大家怎麼那麼厲害 在這裡 所以剛剛有講到 所以有一些中國 我們有一些國家 45%沒有去規定 我們要同工 那個同樣的性別 同樣的不同的性別 同樣的工作 不應該有不一樣的報酬 那在於產假的部分 還有三分之一的國家 沒有辦法達成這個目標 這個硬性的目標沒有辦法達成 後面呢他也有提到在結婚 在離婚的這樣的權利 其實都還是有很大的問題 好那SDG5裡面 其實也講到一個同婚的問題 就是在幼兒時期等15歲以前 就已經結婚 這件事情其實會影響到的 不只是SDG5 還有就業的問題 教育優質教育4這個問題 15歲以前 他應該是要念國中 念國小 那他們就結婚了 那這樣子 會一代的影響到 後面非常多的目標 比如說經濟 比如說就業 比如說 在參與這個政治的討論 都會有相當的困難 一共是20% 所以他在5.3裡面就有講到 在2022年還有五分之一的女性 是在同年時期就結婚 那旁邊那個是我從 RData裡面去附的圖片 你可以看到都 基本上是在什麼樣的地區 什麼樣的國家 他在Data裡面秀出來的 就是在非洲部分國家 顏色越深就是%數越高 這個大家 可以從這個下面這個bar圖 他的圖力面上看到 而且他說一件事情 因為COVID-19 因為COVID-19 把這件事情 退步了 我們退步 原本有在進展 因為COVID-19的威脅下 在這個目標 我們是退步的一個狀態 那在指向我幫大家寫5.3的地方 目標5.3 他就是要消除一切 消除一切是什麼 就是不是進步就好 是我們要0 從100到0 要整個根除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呢 還有五分之一的年輕女性 是面臨這樣子的問題 接下來這個就是比較親民的題目 當理事長開場有說 其實我們要關心各式各樣的人 都有各式各樣的自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這一題也是每 我去日本 日本小朋友的必要答題 日本喔 好答案是荷蘭 那但其實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都是有同性婚姻的法律是通過的 那剛剛那個our data裡面 他其實有一塊是我看起來是新的 去年看的時候我還沒有 他有一個LGBT plus的這個權力互動表 不是只有右邊大的這個同性伴侶結婚 他針對於同性的這個問題的不同角度 他都分別做了一個小的圖 大家可以都可以透過圖片來思考一下 到底是哪些區域他們的這些問題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他們為什麼沒有達到這些目標 所以這些目標他是共同解決 為什麼都要看世界地圖 一不能只關心自己 那個永續發展 我們是整個全球 我們要一起共同進步 才有可能在2030年前達到 我們所有國家一起定到的目標 然後日本的小朋友呢 還要做到 那你知道前十名是哪些國家嗎 因為這也是一個國際教育的理解 一個國際上友善的指標 好 我們繼續 最後 性別不平等指數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樣的東西 在2021年我國 我國就是指台灣 在性別平等 在全球的排名是第幾名呢 幾名呢 台灣其實是第七名 那這個的資料來源是哪一個呢 是性別圖像 這裡要跟大家強烈推薦 我們台灣跨部會 每一年都做了一個性別圖像 免費的PDF可以download 你的數學有很多統計圖表 我每年都去看他 他統計圖表的方式 不是只有像封面那樣 人數學四年級 各式各樣的統計圖表 都可以直接撈出來 去跟孩子們討論各式各樣的話題 因為他總共有什麼就業啦 學習啊等等 就是這些 我有點大盡視 就是權力決策影響力 就業經濟與福利 然後教育健體與文化 人生安全與司法 健康醫療與照護 環境能源與科技 全台灣所有各部會 提供數據 每一年都有一整本 然後呢 各位還可以啊 比如說剛剛看到 近三年紀五年 還可以讓帶孩子看到某一種趨勢 所以他真的是 真的是很好的一個資料庫 大家只要打性別圖像 進去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數據 而且是台灣在地的數據 雖然是台灣在地的數據 但他前面的兩個part是講 台灣與國際 當然啦 只要我們衝上亞洲第一名或什麼的 裡面都會有更清楚的解說 那這個留給老師們回去要 你要設計題庫或你要結合社會 或你要結合數學的時候 他真的相當好用 好 所以剛剛講到這個性別不平等指數 他其實就是有五個指標 那你真的覺得這五個指標 其實跟SDG5的指向又四成相似 我們其實都是有相關聯繫 所以大家關注的指向關注的切點 都是類似 比如說國會議員的女性的比例 比如說孕婦孕婦死的死亡率 比如說教育的程度 那接下來還有最後的幾題 那2019年呢 針對下面這四個領域 哪一個畢業生女性的比例是最高的 答案是教育喔 這個這個圖呢是這樣子的 他這個圖裡面其實出了幾個字 除了台灣之外還有其他國家 這不是只有看台灣就好 其他國家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是不是趨勢很像 在教育的這個領域的女生是比較多的 在資訊科技 在數學統計 在工程 這幾個類別的女生相對起來是比較少的 那他裡面當然在這個完整的這個性別圖像裡面 有其他更多的說明 那我在這裡就先跳過 最後兩題 2021年主要國家女性 國會議員的比例 我們我國排名第幾 我們國家女性相關的政治人物的問 他這邊比較強調就是說 在SDG5裡面指向也有談到就是 婦女的參政公共政策的參與的程度的比例 他們用國會議員做一個KPI的指標 所以我這邊有標了他其實是在SDG5裡面的5.5項 我們應該要確保婦女有充分參與政治經濟公共生活 及各方面決策的權利 那他下面的指標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國家議會在地方政府所佔的席位 跟他們另外一個小的他們監測指標是 在擔任管理之類的女性的比例 所以這個圖也是從剛剛那個性別圖像裡面解出來的 答案就在這裡 中華民國的位置 好最後一題 我們這些題目都是跟SDG5裡面細項 他看起來不容易讀 但是呢你畫為一個題目然後去找到延伸資料 然後其實就可以再接你的課本或接你的一些閱讀讀物 就可以跟孩子做深度的討論 那其實是北捷在這個他有整理一個圖表 大概有多少人有多少的比例是女性駕駛員 下面這個BAR圖就是2014年到2021年的這個數據的比較 你可以看到透過經過時間的圖影 女性的駕駛員是有變多的 但是比例其實還是不多 而且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下他的比例差距其實是蠻大的 那除此之外呢 他在性別圖像裡面剛剛目錄還有非常多項 其中也有講到人身安全這個司法 這個他上面講的是性侵害事件通報的這件事情 其實是跟SDG5.2的這個暴力行為 跟性播削的這些目標都是緊緊相關的 這一題喔 老師們回去真的要跟孩子談一談對不對 因為我們的大社會狀況其實 孩子一定會接觸到一些訊息 那其實就可以用直接的數據來跟孩子去做一個 其實你也可以讓他這樣猜一猜 讓他看看你的孩子知道多少了解多少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一題 雖然我們沒有把它做進題組 但是也拿出來請大家去看一下 那個性別圖像 那他下面這個也是相關聯的就是在 學校園的心騷擾 校園的心情和一些比例跟大家分享 那後面呢他其實還有講到 剛剛我們有講到目標指向裡面5.4 他是有講到在這個婦女裡面承認 我們應該要承認無償的這些照顧工作 這照顧工作他在報告就是成績單的最後沒有講到 因為疫情的關係這個非常多的婦女 承擔了額外更多的家庭的照顧的工作 而這些工作他其實是無償的 那這是為什麼問題大家就越來越累 所以在左邊的這個長期照顧的使用 跟長期長照人力以女性居多的圖表裡面 就可以看到下面這裡 他的比例是其實是8比2左右的這樣的情況 那最後呢一個小part 就是每年的3月8號是國際婦女節 國際婦女節大家都會做什麼呢 國際婦女節他其實有個官方的網站 他每一年都有一個主題 他這個主題就是這樣 這個是什麼動作 這是一個類似擁抱的動作 那他今年2023的主題就是 Embrace equity Equity喔 Equity是什麼 你有沒有知道Equity是什麼 他不是Equality 他是Equity 這個是我碩士論文名詞示意的時候寫的 然後我一直探究到現在 所以他在官網就用很淺白的事情 跟你講什麼是Equality跟Equity 而我們應該要做的呢 其實是Equity Equity是這樣子 大家每個人都一塊品乾 不管你餓不餓你就是一塊 一天就是一塊 那Equity是什麼 根據你不同的需要 根據你不同的起點 我們給你相當於客製化的服務 這叫做Equity 就是我們的差異化教學 他下面又用了一個更簡單的圖 跟你說 我們2023年的 38婦女節的這個節日 我們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我們要的是Equity Embrace equity 而不是Equality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 他有不一樣的需求 比較高大的人 他可以騎比較高大的腳踏車 比較小小的小朋友 他應該會有比較適合他size的腳踏車 最旁邊還有一個身障者 他是坐輪椅的 那坐輪椅的也有他適合可以用的腳踏車 那所以他也講啦 Equality is giving everyone a shoe 就是每個人我都發了一雙鞋給你 但我不管那個size是什麼 反正你就是有一雙鞋 但是Equity is giving everyone a shoe that fits 就是這個鞋 大小是適合你的腳的 這樣你走起來才會舒服 那最後呢 他在這個UN Women裡面呢 他有講到一句話 我們是不是有希望在2030年實現性別平等呢 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有深深的一擊 透過剛剛那麼多的數據 那麼多的data 我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還可以再往前做一些什麼 是不是可以再更了解這些事情 從自己開始做改變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看性別平等教育記刊93期 我們可以有一些 我們多元化課程 有在課程融入有一種是貢獻模式 比如說剛剛說的38婦女節 雖然我們國家已經移過去 可是這世界沒有移 所以你只要輸入 在FB輸入Women History Month 你就會看到世界各地為了這個月 為了婦女的貢獻做了各式各樣 Apple有做Netflix有做 BBC有做 就是各大企業都會在這個月做很多女性人 那就是你的材料庫 那剛剛有講4月 每個每年4月第4個禮拜四是Girl in ICT Day 那你就可以資訊科技 每年的2月11號是聯合國的女科學家日 所以我曾經在台北4個車站聯合了一些 女性選女孩選離主高中生做桌遊跟女性海報展 那現在我也有一套在投錢國中 從再興到投錢國中 就是當時做的一些策展科教館策展的圖像 你可以用貢獻模式 如果你還沒有融入你的課程也OK 開始就對了 剛剛皮老闆說的 就是要做一點這些東西才會改變 那還有什麼呢 其實你有各式各樣 4月20號今年頭一次台灣宣布叫性別平等日 那一天你什麼都能做對不對 然後5月母親節所以照顧人母職不應該 親職不應該只有母職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然後10月10號聯合國的國際女孩日 台灣自己也明定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用貢獻模式遇到節日 你就講本故事吧 或者是討論一件事或是quiz一下吧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那在你的課程裡面融入主題還是校本 你也可以do something for SD-5 或者是8月你來我們就是要quick review 1到17 每個地方的性別平等教育性別應該 可能我們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有把SDGs切成4個關鍵字 就是各個指標然後稍微覺得在國小裡面 不談好像那個 可是我們都準備了 可是因為時間的關係所以中間我們可能 不一定有時間講 因此我們就直接跳到這個最後一個part 有空我們再回頭講 因為這裡有一個免費的資源是學生也可以直接看的 那那個這個SDGs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其實還可以更多 那我為什麼舉這個是 我們常常在講國際教育 等一下給你看 他的繪本 在國際上有十幾種版本 世界各國的小朋友都在讀 那他是誰呢 我覺得他很好代言的 就是因為他是美國那個最高法官 那我們這邊先幫大家初步放的 最容易辨識的是在這個繪本裡面 有4有10有16有5 我們看一下 然後你再來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放好不好 然後這個要謝謝皮老闆裡面所有動畫 或什麼都是因為一個 一個熱愛繪本的媽媽 然後坐上平台要分享給大家 怕侵權 所以封面都是這些出版社的好朋友授權 但內容為了讓大家知道故事 但是又不要卸他們封面的梗 要讓大家去買一下 所以這個動畫都是皮老闆成就一個 想做事的媽媽的心願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看 然後你只要上好好去註冊 很簡單 他是免費 總共呢 我們那時候做的是 4sdg14 4裡面 1裡面 第一本是啥 我又忘了 好 我們選了4本 代表sdg14裡面的那個 4個重要指向的關鍵字的精神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上學 然後還有特殊教育 6個點 這有中文版的 還有裡面有提到 高齡熱齡 我覺得無齡 像我現在55 我就想我是以前的老人 還是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我就想我是一個好人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登記註冊進去 我們等一下看到的是 第4個就是那個rbg 那前面這段路我們 基於時間 就沒有播給大家看 先謝謝我們之前募資的時候 都是給罕見什麼 罕見疾病基金會 罕見疾病基金會 所以各位已經不用付錢了這樣子 已經我們就免費開放資料庫 好 讓我們來看看這個 含金量超高的故事吧 1933年 露斯貝德誕生於一個猶太家庭 不久後 全家為了躲避反猶太人士的迫害 逃離歐洲到美國定居 他的爸爸教育程度不高 沒有完成高中學業 但露斯的媽媽很聰明 一路讀到高中畢業 但因為當時女生不被鼓勵讀大學 而且為了家中弟弟們 將來讀大學的學費 她妥協了去工作 結婚後 繼續為了家庭 在家相夫教子 露斯的媽媽希望 露斯能夠獲得她 無法獲得的良好教育 所以盡可能的存錢 希望可以讓她去上大學 露斯跟她媽媽一樣 是一個聰明的女孩 從小就經營許多興趣愛好 尤其對法律和正義的議題充滿興趣 她以優異的成績從高中畢業 但卻沒有出現在畢業典禮上 因為她最愛的媽媽去世了 傷心之餘 想起媽媽叮嘱她的話 成為淑女 學習獨立 於是露斯僅遵教會 決定前往康乃爾大學就讀 在那個年代 女性要假裝沒有那麼聰明 否則不會有男生願意跟她約會 所以她選擇偷偷躲在浴室學習 在一堂憲法課上 露斯了解了言論與新聞自由 得知有議員想要剝奪自由權 同時看到了許多勇敢的律師 正努力對抗二勢力 於是她繼續攻讀哈佛法學院 立志成為一位優秀的律師 露斯在求學路上 遇到許多不合理的對待 例如學校不提供女生宿舍 圖書館不讓女性借閱期刊 在課堂上被老師消遣 甚至法學院院長都對女學生說 為什麼你們認為自己有資格進入法學院 不只如此 在職場上更是嚴重 她因為懷孕被要求降職減薪 因為她是女性而不聘請她 這樣各式各樣的歧視層出不窮 不過憤怒與嫉妒無法解決問題 她努力當上大學教授並持續前進 因為她知道聰明的頭腦 才是對抗惡意與愚蠢最好的武器 1970年代女性意識崛起 露斯被邀請負責處理歧視女性的訴訟案件 成為了女權計劃的領袖 致力為女性爭取平等保護的法律權利 而她的堅持奮鬥終於被肯定 在擔任13年法官後 她被柯林頓總統任命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身為九位大法官中的唯一女性 她勇於提出相反意見 一直到老年都持續捍衛平等 為平等發聲 身為猶太人女性的她 一生充滿歧視與阻礙 但她沒有放棄學習 堅定在她選擇的道路上 努力排除一個個障礙 直到最高法院 成為正義的象徵 21世紀的今天 自由平等的概念已經前進了許多 但仍然需要繼續努力 從故事中、新聞上或是你成長的過程中 多少都知道在父權社會下發生的不平等 這節課就讓我們來談談教育與性別平權吧 在學校和生活中 經常遇到的以下三種情境 很適合和孩子開始討論性別平權 第一、服裝儀容規定 你覺得男生可以留長頭髮嗎? 你覺得女生的制服只能穿裙子嗎? 第二、個人性別特質 男生就應該陽剛愛運動 女性就應該溫柔賢淑嗎? 第三、學習領域的選擇 女生就適合文科嗎? 男生不念理科一科就沒出席嗎? 在學習的路上 我們不應該因為性別而限制了選擇 問問孩子 班上有沒有數學特別好的女生 語文特別好的男生 你覺得會因為他們是什麼性別 就不應該往他們有興趣 有成就的領域發展嗎? 另外也可以延伸和孩子一起討論 工作行業上的現狀 例如從業性別比例 有些行業男生特別多 有些則是女生特別多 這是為什麼呢? 其中在外在形象的展現 也成為隱性標準 甚至還有各種身材、年齡的限制 這些一直以來移造的職業形象 這些要求是否必要且公平呢? 除此之外 有些地方甚至依然有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或許這些問題在討論的過程中 都能很好地說出中立而平等的正確答案 但不可否認 在現在的文化價值體系下 這些歧視性的偏見仍然存在 當然 男女有著生理本質上的不同 性別平權的用意也不在於男女秉立相等 而是尊重不同人的喜好與決定 且不因為生理性別 而有不合理的偏見與對待 在開頭時有提 好,沒關係 因為這一部分 你試試看 好 那這個呢 老師如果你知道那個好好的平台 有人知道嗎? 就是那種公共上課平台 你就可以找得到 我們只是播 對 我們只是播最後一個 那這一堂課呢 是我跟皮老闆除了Podcast 除了書 選擇用影像的方式 要提供給 你會發現我們講很簡單 是因為我的對象不是你 我的對象是 家長跟孩子 就是 老師們可以談得更多 但我希望這個東西是 家庭教育 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都可以用 所以我們談得很淺 然後呢 書籍呢 都有 都是出版社老闆或總編輯同意 但是呢 我們 沒有洩漏那個頁面 所以他才會開心嘛 對不對 大家想說 要去讀 這是一個合作 夥伴合作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其他幾個的話 那你只要登錄 然後這一堂課 因為考好裡面有的課要錢 這個是免費的 那歡迎大家 上去批評指教 然後 他是講SDG4 那我用這個來講 4 5 10跟16 為什麼4 因為其實他在受教育過程 有在談教育問題有沒有 5他本身就是一個自我實現的 然後10 平等不平等 各位在裡面有看到 然後16 因為他大法官 在會本裡面喔 有兩三頁就有10個 他為姓平奮鬥的一些案例 然後下一頁 他有非常多版本 有文字版 所以後來台灣有一本中文版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我就拜託聯金授權 然後炎炎夏日 老師們可以去看 他有兩部電影 一部是紀錄片性質 一部是劇情片性質 非常感動 每一次大家看完以後都會說 老師你介紹給我那個 真的好看 不好看的那種 我不會推薦給你 他有兩種 但我只貼一個 曾經是上映的 那麼在你的 我們以社會課的領域來講 他很好切 以語文課來講 你要介紹人物 你要做國際教育 認識國際的人物 連結台灣在地的人物都可以喔 然後 那個他有不同的影像文本 要做雙語的話 他有娃娃版喔 他真的是很敬佩的一個人這樣子 那因為我們剛剛算了一下 還有一點點時間 所以剛剛有講學習 學習的選擇 那工作的選擇也一樣 所以我們就再多談一本 一個關鍵概念 跟一本繪本導入 那其實這兩本講的都是同一個人 世界第一位得到普利茲獎的 但兩本文本同一個人 他的圖文跟圖文互補的敘事手法不一樣喔 圖片 而兒童文學其實你可以這種傳記文本喔 你等一下看 你可以從角色裡面的角色有誰 像剛剛RBG 他旁邊還有哪些角色喔 然後情節 他情節是哪一些 場景呢 有從教育的一直到職場的 主題呢 他那個主題要跟我們分享討論是什麼 觀點他是從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還是第三人稱 來做這樣的敘事文本喔 然後時間 他裡面發生的時間 有沒有春夏秋冬 還是經歷了什麼 還是日夜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角度 可以來看這些文本 那今天我們要切的是他職涯的選擇 那個渣哈哈蒂呢 他其實就是 剛剛講他這個女性的建築師 他一開始是學數學的 然後後來呢 才踏進了這個建築的行業 他在選擇當一個建築師的過程中 其實遇到非常多的挫折 他雖然參加了比賽 獲得了獎項 但是在當時很多這個建商 是不願意去幫他蓋他的房子 為什麼 下面這個圖大家看得清楚嗎 因為他的房子都不是正方形 都不是直角不是直線 他很多弧線很多曲面的這樣子的東西 其實在當時對於建築業來說 這些是很麻煩很難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戲稱他什麼 直上建築師 就是畫畫草稿沒有人要蓋這樣子 但是到現在這個右邊的這邊的兩個圖 其實就是他 然後他立他的官方網站 在他的官方網站呢 你就會看到他非常多的作品 這些作品在世界不同的國家存在著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剛剛那個性別圖像 這個就是性別圖像裡面的其中一個圖表 裡面就講到建築師至今仍然是以男性為大中 女性仍有發展的空間 那如果剛剛有講到那個數學圖表 這個就是一個 我不太會 平常不太會看到這個圓圈的這樣的圖表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性別圖像裡面用了很多 多元的統計圖像圖表 那這個建築呢 可以做什麼事情 這邊是一個舉例 如果老師你們也有藝術課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上藝術課的時候 都不知道畫什麼 就畫一顆樹 如果我們可以配合這本書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你現在請老師 如果沒有講雜哈哈地 請老師現在馬上畫一個房子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一個正方形 一個長方形 一個平一點的長方形 或是最多最多金字塔 但是你是不是能夠畫出這樣子 有很多曲線的建築物 我想是很難的 大家對於這方面的想像跟理解比較少 那這樣這個上面的這個畫面的例子是什麼呢 在雜哈哈地的繪本裡面 他的頁面有非常多他的作品 這些作品不是憑空想像 是真實 真實他的作品 所以上下他是對照圖 上面呢是繪本裡面的頁面 他繪本裡面的頁面就是這樣子 那下面呢是他真實這個建築物的樣子 比如說裡面有 右下角銀河SOHO 再來北京的中國 他就是這樣子圓圈圓圈的 像是銀河系的那樣的感覺 然後在上面呢 種族滅絕研究中心 他這個網狀的感覺是像樹一樣的 他繪本裡面就是畫這樣 下面真實的照片是不是就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樣子的圖片呢 大家可能看繪本就覺得 可能是想像的 並不是他真實存在在各個國家 所以其實啊 不管是在藝術課或STEM課 都可以也可以從這裡延伸 就是說怎麼樣是我們的永續的建築 那你就連結到 然後請可以用多元的媒材 那哪一些是比較永續的媒材 在我們藝術人文課裡面 也開始可以去思考一些環保或回收的媒材 然後去做一連串的課程的設計 跟串聯 那我可以再往前講 嗯 不行 不行 對 蛤 不行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那我們再往前講 好像還有一點點時間 大家好像 剛剛我們講 課本裡面有馬拉拉 不曉得一般 大家老師平常講馬拉拉是怎麼個講法 但馬拉拉他就是 針對於這個女童的教育 他非常堅持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權利去上學 那在這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裡面 他也有講到這件事 就是針對於女童教育為什麼很重要 那到底為什麼很重要 在台灣基本上大家都可以上學 所有人都可以上學 那在全球的狀況是什麼樣子呢 全球其實還有1.29億的女童 他們是沒辦法去上學的 為什麼沒辦法去上學 裡面就有講到 他不是單一的原因 也有可能他太貧窮 太貧困了 所以當家裡有一個兒子 跟一個女兒的時候 可以去上學的就是那個兒子 那個女生就是沒有辦法去上學 就是在家幫忙取水啊 生活做一些雜物 那還有一個問題 有可能同婚 剛剛我們講到同婚 同婚大概15歲以前 他就結婚了 這正是他上學的年紀 所以也會有這個措學的問題 那種種的情況下 還有另外一個最下面他有講到 有一些學校他是沒有辦法滿足 女生生理需求的這些衛生條件 跟環境 所以有的人也會選擇 不讓女生去上學 那這些這些想法 這些這些事實 到現在是存在的 但是可能因為我們不曉得 不清楚他覺得 這些事情到底為什麼會 我們強調女生要去上學嗎 他強調女生去上學 他們的國家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除此之外 在馬拉拉有個官網 大家有看過嗎 馬拉拉的官網上面 其實他就有講到 性別歧視是如何在巴基斯坦裡面 影響這個我剛剛前面已經有講過 他就說他媽媽就是透過別人 跟他說這個女兒 以後就是在廚房裡面 他不會做什麼事情 就不需要讓他去上學 那除此之外 他還有一個我覺得很 很有意思的活動 他是around the world 這些女孩呢 他們都透過投稿 就投稿寫一封 他身在的國家 他有什麼樣的問題 這些女孩在討論什麼話題 我就截圖了兩個 第一個是 如果你可以跟一個名人 共度一天你會選擇誰 這個比較小 他說他想要跟巴西的第一位 女性外交官來共度一天 希望可以徹底改變巴西外交的 這個手段這些問題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下面都會寫 他是什麼樣的國家 他的年紀是什麼 那這個年紀基本上應該就是 國中高中的年紀 所以跟小朋友跟學生來講 是很親近的 所以在這個網站裡面 你就看到非常多的國家 不同的女生不同的女孩 他們在不同的國家 關心的是什麼問題 那下面那個 其實他除了是教育 除了是女生之外 他關心的是環境的問題 環境是SDG13的問題 他就說他跟他弟弟每個週末 都像剛剛那個 撿那個煙蒂一樣 他們去回收的塑膠啊 他已經跟他弟弟 每週持續做這件事情 已經回收了18000公斤的紙張 然後已經回收了600公斤的塑膠 回收了200個墨水盒 所以在這個官方 在他的這個網站裡面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多這種小故事 在不同的國家 在不同年紀的小女生上 小女生身上發生 所以然後他其實可以投稿 就是其實我們也可以投稿 跟馬拉拉官網投稿 他有個提交表格在最下面 但是我前幾天是 他現在還要關閉 他是有時間 就一段時間會開放 然後一段時間會關閉 可能做一些整理 所以如果你暫時上不去 其實活動還是可以做 等到他重新開放的時候再遞交 會台灣的 其實剛剛在講說行動 行動有各式各樣 有的是自身的行動 有的就是參與這個 然後在學會的電子報 我忘了第一期 第二期還第三期 我有介紹了一個世界最大的教室 聯合國有一個 ASDGIS的各國參與 這是個人就可以參與 各國老師你在教室如何做ASDGIS 你也可以去投稿或申請計畫 他的好處是加入以後 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國的教室 怎麼樣做ASDGIS 所以可以上去 你可以自己找也可以看電子報裡面 我有挑一些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 我們電子報有國際視野跟好書介紹 跟課堂案例跟一些各式各樣的薪資 所以歡迎你那個可以訂閱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 這個教材學會我們的很重要的那個 操作的 好然後呢 我們還有時間再有講一個part 那我們就倒回去 跟我們算的一樣很精準 我們有時間講 我講快一點就是那個 剛剛有講到那個巴基斯坦或什麼 這一本大家因為 因為大家還蠻常用中英文版都有 而且他有本人的影片 真人真事水公主 那也許8月16日我就可以講 就不講這個了 那他帶我們思考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說 最基本的上一頁好了 我們挑的就是ASDGIS 那些複雜的細項裡面抽取關鍵字 從個人就是從女孩的基礎生活條件 他就是那個不能去上學 必須去取水的女孩 他的他們家的兄弟可以去上學 然後他我覺得他是很樂觀敘事的一件事 他就想著什麼時候 才像公主一樣的生活 這樣子 大家自己去看 然後平等 然後從基礎生活條件有 我們就要教育 教育之後 我們就有職雅選擇 性別圖像裡面你會看見 好棒喔 我們學理工科的女生在台灣 好像慢慢的快要變 往50%邁進囉 但是如果你去看就業選擇 留在這個行業的 數據馬上往下掉 要帶孩子思考為什麼 那可能就是職雅選擇 職雅選擇會選擇繼續或流失的 那就是性別友善還有很多 平權友善的政策喔 然後接著 那這樣的聲音這樣思維 一個team裡面有不同background 為什麼設計那個 剛剛那個SDGs5女醫師就是代表 各種代表來一起談一件事呢 不一樣的腦喔 會看見不一樣的問題 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的選書 所以剛剛我們是倒過來講 因為怕時間不夠 我們很想介紹大家那個影片資源免費的 那我就講水公主故事我們就不講喔 他就是 就是兄弟去上學他不能上學 他每天唯一的很重要任務 就是要走很遠的地方去取水 但是他很樂觀充滿想像 我們在SDGs選的時候 希望他能覺察扣連那個SDGs 還希望他有一點策略方法或心態 能夠啟發我們小朋友 在選書 在資料庫 就是我們那個永續書房資料庫 我們每一個委員的共同就是希望說 能如果我們真的是運用兒童文學或 橋樑書或小說 我們沒有選到那麼多 老師們可以從這兩個方向去思考喔 所以可以去看本人 還有剛剛休息時間 理事長跟我再聊一個 性別平等裡面有個很重要 叫身體意象 我是胖瘦高矮眉醜喔 然後他美不美 每一個人見仁見智對不對 每一種 每一種的樣態 只要他來到我們地球 每一個人應該都要活得好 那就是美啊 所以我還蠻喜歡特別選那個 Black跟Brown的那種傳記文本 國際教育不是只有看歐美日啊 我們要看見更多 那所以剛剛皮老闆跟我介紹那個 國際的那個統計數據 他可以看見一些國際趨勢 好 那這個就是各位的課本有沒有 數學的工生豪生 是不是就很好跟水公主 做連結 或SDGs做連結 溶積 因為他每天端那個水 溶積怎麼算 還有康軒那個那一天 我們去年嗎 看見他們加發節約用水大作戰 你可能沒有想到 但是有一個訊息有個資料提醒你 那你就可以跟水公主做一個結合 當然其他的繪本也可以 我只是做舉例切入課本 好 往下 那好 我不知道剛剛你們有沒有來翻閱 我帶四本就讓大家稍微翻閱一下 今天我沒有做那個 突退訓練場 不然我就要用合作學習法 跟大家聊一聊 裡面的六呢 我們想了一個就是 故事提問跟活動 那他當然有一些提問 然後你可以做數學 可以做多媒體 你可以進去看他的影像 但是往下 科學 我們在裡面有做一個活動 也是自然科學常常做的活動 就很簡單的材料 就可以做 像水公主在他的家鄉 那個水運回來還要淨水 因為那是污水 那淨水呢 在台灣就很舒服很自在都淨了 到日本就可以身影對不對 所以那個科學的原理是什麼 這裡有數學 這裡有科學 很簡單 教室或家裡就可以操作的 一個淨水過濾的一個實驗 所以你就做了什麼 從你的課本 數學 延伸 跟SDGs議題 講了性別 然後還 切了科學 好 那 我們要Ending啦 好 這個 這皮老闆自己講 這個就是我們第二季的節目所選的書 就是17項 但我們是8月的時候會稍微講一下 就是17項每一項都選了一本書 在節目這17項就是這17本就是我們17級的節目裡面的選書 那選書裡面就會告訴大家 這本書裡面到底是哪一個點跟SDGs的什麼指向是相關的 那我們在成績單的部分表現的如何 然後還補充了一些真實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一些事項 像是我們講比如說雜哈哈弟他有真實的作品在哪裡 他最新的狀況是什麼 比如說我可以很平靜就是一開始講的 健康心理的條件 大家健康會想到的是疾病是真的生病 但心理的問題大家是不是有關注過 所以一下17本這17本 就是在第二集的節目我們有提到的選書 如果8月10幾號你沒有出國再來 可能不是這17本因為我們是 17本上面都是生理女性主角 因為我要切跟性別平等有關 所以這個可能就大家自己去聽 就是提供給大家如果存SDGs裡面當然 剛剛世界方盒子還有下一次我們要講的香奈兒 除了奢華之外 他是很厲害的微型貸款創業家 類似這樣我們去扣到那個細項裡面的性評 然後接下來 所以其實我們的官網選書有這個有中文是 阿姆謝謝你 這個是海地拉 大家還記得嗎 然後這個是我在日本的走 就是在日本世界各國我都會遇見 大家對SDGs的各種努力這樣子 我前年在美國去年在北歐中歐跟南歐 西班牙剛剛他們的語言有做SDGs 我到葡萄鴨他很大方他葡萄鴨選書整個資料庫給我 我還沒空看他給我兩個資料庫 另外一個是葡萄鴨為兒童選書 然後第三個預見是他的科教館裡面 做繪本科學這是我另外一個研究 他是把像天文館的帷幕上面整個繪本打上去 我們聊得很愉快 他總共21個中心正在發展中 所以我很喜歡到世界去 就是我看文獻不滿足就要稍微去看一下實際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我 我的學校在加州的 Torrens就是離機場20分鐘左右的一個白人區 我在那邊教書的時候每個6日就是去圖書館 然後或者是去繪本書店 再不然他什麼地方都有繪本呢 博物館的shop也有繪本 那個繪本量多大 那我必須待在那邊就是博物館看一些 其他人都在那邊看這樣 因為扛不走你就會筆記 然後帶走幾本吧 Maybe是這樣 那這個是加州 Public Library 就是那個加州公立 就是美國第三大公立圖書館 然後他有兒童文學區 兒童文學區裡面宇宙無敵大 其中一間的一個廳 我拜託我室友用全景照 這是其中一個全部都是繪本 non fishing跟fishing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有時候 我不能說我退休以後才成長 應該說我給自己 我發現是階段性的成長 讓我看到這個世界 歐洲的繪本在台灣 我以為已經多了 因為我跟同理還蠻熟的 真是少啊 而且你很奇怪 你在歐洲 你有才會手機那個通路 你真的會連結到各個地方 在台灣你很不容易搜尋到那 所以我到歐洲 因為我有翻一本繪本 叫我是一片葉子 是Ramony 在波隆納旁邊一個小鎮 那個作者 是我的朋友 我就去找他 結果他都繞一群人 每個人都家 後來他們就說 我們有這個繪本你要不要 我說我不是出版社 我只是好朋友的書的譯者 那有的地方呢 我們說行讀萬卷書 我就是還順便去行萬里路 這只是其中一個 兒童文學繪本 其中一個廳 上面都有各種歐 然後就有很多人說 老師那你可不可以 談一談這個 可是很像旅行團 我就不知道 Anyway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下一頁好了 你可以告訴我你想聽什麼 也許我來想一想 如果我有多一些時間 你就看說 我退休早市做Podcast 有什麼 一起做一點影像 一起做什麼 也許你告訴我 你需要什麼 不一定能滿足你 但是我就是如果中間得空 或是把世界的見聞拿出來 就是 就是不知道 很多事情 我就覺得我們今天來 是買一個種子 那歡迎你那個 八月十幾號 十六對不對 我自己要講 八月十六 能夠呢 有機會 或者是 出國更好 你看我們去很多地方 去把文獻到現場看到 把這個訊息分享給大家 因為學會真的很不容易 他願意在 炎炎夏日出動我們 非常多工作人員 前置 然後一直到 剛剛講的跟下一場 我跟皮老闆 也會 整理成文章 把連結做好 提供給大家這樣子 那剛好二十分吧 我有準時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 那接下來是交流時間 那請兩位講師和郭教授一架到台前 那我這邊要請教老師說 剛才考 有沒有要頒獎呢 我們正在看那個 有沒有留檔案統計 要把獎送出去這樣 有嗎 有 第三名是Grace老師 Grace老師 你願意承認嗎 李市長親自頒獎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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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一起好不好 喔 只有五名 有五名 Grace Area超車 對 你如果 在的話 麻煩你往前 好不好 我們就在前面 對 還有 Tita Tita Area老師 Area老師 只有三名 只能統計出三名嗎 不快笑 好 如果不行我就用其他的方式 就是你跟 理事長許願 你還想做 學會為你做什麼 只有三名 好 那理事長我們先頒這三位 書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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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是兩本 我們要哪一個吧 沒有那個 來來來來 我來當司儀 不用啊 哪一邊要搬 好 好 不不不不 就台上 讓我們拍個照 好 我們一人要搬一位 是嗎 好 好 謝謝老師 那請那個兩位講師和郭老師移駕到台前 我們交流 不用啦 我們站著就好了 站著交流 來 我們還有四份禮物 我們現在徵求四位夥伴QA一下 教育夥伴 所以你也會有禮物喔 有沒有QA的 這位夥伴來請您 教授 教授兩位講師好 今天聽了這個SDGS跟性平 性平的這個非常受益良多 那我們在教學現場的老師都會在學校被要求 要把SDGS各項的指標盡力的融入就是我們的教學 那我想請問這個教授 這個教材研究發展學會 有沒有計畫要再融入 或是說結合其他的這個SDGS的這個指標 然後再來辦類似的這種演講 這樣 謝謝 老師我們要講 太好了 這是我們的置物性行銷嗎 我們要講一下 來我們請秘書院講一下我們年底 我們年底喔 工作方 歡迎你來 我們年底有一場就是比較是國際性的研討會 是12月9號 然後我們會以SDGS永續發展 的對話 跟教育的對話來做主軸 然後我們會邀請日本 東京書籍幫我們邀請的專家 來做 影片就是他來分享他的那個就是一些 他的觀點跟一些心得 然後我們下午會有 國小廠跟國中廠的一個分享 就是那個教學案例的發表 然後也會邀請到一位日本的國中老師 來做分享這樣子 所以我們重點就是今年的年會 是在12月9號 那就歡迎老師可以 來一起報名參加來支持這場盛會 謝謝 拜託老師把12月9號book起來喔 我已經book起來了 然後我們那一個會我們之前 教育部環保小組的直密 那現在還是在永續發展中心 我們設了一個永續發展中心 看我們多支持SDG 新單位 張紫超教授我們環教授 他會來自己參與這一場盛會 他都說他交友不慎認識我 所以就被我架著來辦這一個 不過他其實很開心我覺得 所以謝謝這位老師給我們這種自助信息 我們沒有套好喔 但是大家12月9號來我們就今天不要 是在LATCHO開個場我們後面會 讓大家實際跟現場有在發展的師長 能夠有一個互動對話實作的機會 張恩老師他們有團隊已經做蠻多 他最近也都在瞭解日本日本SDG做的如火如土 有很多現成的一些教案方式 老師們可以去取經 其實網路上也有 我最近在審那個某個某一些比賽 都有施長們已經把SDG融入了 所以我覺得那可沒有很難 再來第二位哪一位夥伴呢 跟我們在還有來這邊謝謝 我們可以四個喔 我們不要讓他們兩位那個講師 正在那邊太無聊 可以問劉教授跟P老闆 教授兩位講師 各位老師大家好 那其實我跟這個劉教授 就是稍微打個招呼 我是上週在桃園的突推教師場 然後教授您的室友 是跟您借那個插頭的那一位 對那因為真的我覺得 就是上週聽完這個劉教授的分享之後 我覺得真的對我來說受益良多 所以我要追著您又跑到這邊來 對那真的這兩場的這樣的演習 我覺得對我來說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比較之前的國中的突推教師 對那其實我平常對這樣SDGs的主題的內容 的課程設計我很有興趣 但是說真的我們在平常的教學現場 或說一些教學資源上面 這個部分還算是對我們比較新的一個議題 很多資源的取得或者是訊息的一些交流 對的確是蠻薄弱的 那很感謝這樣的一個場合讓我可以有很多的 新的想法或者是一些資源的獲得這樣 對所以8月16 對我還是會追著劉教授再繼續來參加 對感謝 謝謝我們有小禮物 啊記得啊 老師們那個這裡面都有對應每一個SDG指標 好 劉教授的你看我要幫你的書行銷一下 我知道你有送我啊 但不是大家都有 他有送我 所以我有看過裡面每一個單獨他都有教學活動 也有一些問題可以做 那問題的時候其實我也會推薦老師 你用那個4F教學法也不錯 大家SDG 4F大家知道嗎 應該有夥伴知道吧 4F 你看那邊有 來 那邊有老師點頭了 你要不要幫我們講一下來 怎麼 4F很好用 一定有啦 我知道 4F就是事實fact 然後feeling 感覺 然後發現最後就是future 對對我覺得他蠻適合SDG的 你先教同學認識現在的事實 然後看到這樣的現況他有什麼感覺 然後他發現他自己可以做什麼 然後大家一起來改變未來 真的很好啊 很好用啊 4F教學法 我自己也有 設計過相關教學活動 真的可以用 好 最後一位 有沒有要問我們劉教授的 來 請這位 我們剛好把禮物發完 謝謝郭教授 謝謝那個 兩位講師 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是退休的老師 但我退休之後我回收再利用 我叫米南語 我叫台語 所以我很高興能夠 非常幸運能夠參加這場研討會 其實在85 86年的時候 當年我還在當輔導主任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名詞叫做兩性平等 然後後來就是 一群開路先鋒 努力努力把這個兩性變成了性別 所以走到今天能夠看到這樣的成果 我真的好感動也很感恩 然後我覺得我好幸運 我今天可以來參加這場研討會 我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今天接收到訊息 我可以再分享給其他的 資源教師 就是 閩南語的資源教師 因為這個部分他們的 那個接觸是比較少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很感恩今天 能夠參加這樣的研討會 然後給我們這麼多 這麼豐富的資源 非常感恩 謝謝 謝謝 那我也要跟大家講一個新的觀念 退休 從老人學 我自己是老人學 不要說專家 都有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跟大家講 大家心中不要有什麼退休 然後退休完就好像什麼事都不做 在家裡面好像睡到自然醒 然後像劉老師這樣有活力 劉教授 退休到自然醒 然後生活作息也不正常 新的觀念是你可以轉換職場 或是從主要職場退下來 但你不是說不能進入任何有生產力的角色 你可以去監客 你可以去做志工 你可以去任輔一些所謂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你可以去關心一些社會關懷的議題 你可以做很多 你以前可能被一個 專任工作綁住但沒有做 而不是整天閒在家裡就領退休縫 新的觀念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都會鼓勵老人再就業 但是那個就業不一定是代表我們要去 再就業或再做事 但不一定是我們要去搶年輕人的專任工作 而是說我們可以去做一些part time的 譬如說中典老師 譬如我們可以到學校 幫忙學校的行政人員處理一些校務 如果對這個學校很有愛的話 或是我去做一些演講 或是我去寫寫書 或是我去支持一些年輕老師的教學 這個都很好 我真的跟大家講 我們當老師的教育夥伴 我們的字典不應該有退休 我們應該把教育工作做一輩子 我自己都跟學生說我可能會做 交到65歲 但不是交到65歲 我就不做教育工作了 我還是會 你們有研究我的學生的學生 如果你們有研究 你們還是可以來問我 寫來問我寫信我 我還是很樂意回答你的 而且人不要退休什麼事都不做 腦袋生鏽 很容易失智 真的 我沒有騙你 腦筋就是要這樣 第二 也不要都不動 不動細胞會失掉活性 細胞失掉活性 什麼樣 生物最有活性是他覺得有一點危機 有一點壓力 都完全沒有活性會怎樣 細胞會凋亡 會死亡 而且會容易得癌症 我真的都沒有騙你 這些都是evidence based的 所以老化要成功老化 要生產老化 還要活躍老化 有三個成功的關鍵 所以你的老年生活才會過得很快樂 所以大家真的觀念有點改一下 像 你覺得他退休的嗎 你一點都不覺得他退休嘛 對不對 他是可以當 明演說家 明作家 甚至可以像這樣 以後多幫我們帶一些工作房 我們就期待我們的蘇文教授老師 繼續發光發熱 最後換你們兩位要做 結語 給我們做一個完美的 有 你要講幾句吧 還有平老闆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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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講座就到此告一個段落 非常感謝兩位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 天星老師 要記得掃QR code牽退 然后我们在8月16号上午还有一场精彩的讲座 欢迎继续参加 感谢各位来宾的力临 您的参与和支持是学会进步的最佳动力 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